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做一准点 这一小时跟大家分享目前正在热播的职人台剧华丽继承车行 今天在现场邀请到韦伯哥 哈喽 苏惟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华丽继承车行的导演庄景森导演 导演好 欢迎大家好 还有另外一位导演是黄长座导演 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非常帅气的男主角小曹 曹佑宁 哈喽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曹佑宁 我今天从我这个角度看小曹这个pose还是很帅超帅 我们导演从这个角度看有没有 他这样拿着耳机这样很帅 小曹刚一来然后去厕所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从厕所走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帅 对 好了那今天有四帅在现场 包括伟哥也有 谢谢 刚过完年是不是 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 而且华丽继承车行不得了 因为他上的平台实在太多了 对 那如果在一个国际平台 Netflix上面 他现在已经是第一名 空降 已经一个礼拜了 Top 1 对 真的非常的棒 那他上的平台很多 等一下再细细跟大家分享 华丽继承车行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庄导 华丽继承车行其实就是 嘉义在地的一个继承车行的故事 对 然后他们原本有一本小说 然后我们是透过那个小说 然后把它的素材提炼 就是把它撰写成这个故事这样子 对 以这个嘉义车行 华丽继承车行为背景的一个 人生百态的故事 对 那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 它是原本有一个原著文本的 然后要转换成一个戏剧的这个作品 先讲讲两位导演的分工好了 因为再次从我的视角看 两位现在坐得这么近 共用一支麦 真的是非常的恩爱 那你在这个剧里面 感情超好的 对 我蛮好奇你们的分工啊 对啊 怎么分工啊 因为双导演的分工也是蛮令人好奇 对 然后也可以从小潮的角度 看看这两个导演 你是怎么去看他们 我们先把这个现场交给导演 庄导 我觉得导演分工 其实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我们一开始要双导演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也抱持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然后后来 你们之前有交往过吗 我们之前交往过 哪些作品 没有作品 就是好朋友 我们曾经有一个作品 后来就黄掉了这样子 对 不过因为我认识很多年 那也大概知道彼此的个性 可是我跟常作的个性 其实是南渊北策 就是个性很不一样 喜好也不太一样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两个有最大的共同点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心都够柔软 那这个柔软其实是可以最直接去感受 华丽机轮车这个故事 也可以一起去把它完成的最主要原因 这是我觉得 那常作导演呢 其实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工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 所有事情基本上都一起 然后就每次收工之后 晚上回到酒店 然后他就会到我房间来 我们就会把隔天该做的工作 全部一起讨论 所以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也都一起在现场 然后因为前天 我们都已经努力达成共识 所以就可以让现场的节奏是顺畅的 然后就像景深所讲 我们两个 其实一开始我也想说 我们真的南渊北策 但是没想到很意外的非常互补 不管从前期到后期 在现场都是 所以觉得很像找到另外一个人生伴侣 我蛮好奇的就是 会有一些双导演是注重文本的 有些是技术的 有些是视觉的 那你们有这样的比较明确的分工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是很例外 就是我跟常作确实没有很明确的分工 其实我们在现场都一起看monitor 然后有意见 我们马上就是很直接就彼此就讲 然后就是看谁去到前面去跟演员讲 或者跟技术人员的伙伴们讲 其实我们都蛮随机的 然后那个其实 我觉得这个也蛮特别 就是我们的默契 其实有时候只是存在一些瞬间 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一个眼神 他其实就知道我要讲什么 哇 或是他一个 你已经差不多是soulmate的 就是他一个眼神我也知道我要讲什么 我就赶快去前面讲 就是我觉得这个蛮神奇 因为我确实除了我老婆以外 我没有遇过这么心灵气和的人 我正想问这一题 因为很知名的编剧立文 是你太太也是我同学 那他怎么去看待你们这一段特殊的关系 他当然就睁一只眼鼻一只人 那看小潮 因为这个小潮在现场 你关系他两位导演 两位导演跟你的指令 那你觉得双导演跟只有一个导演 对你的这种在演戏的过程当中 会有什么样不一样吗 我觉得有更多的是 因为有时候其实导演在现场 他们要忙的事情很多嘛 那有时候可能 也许有一个导演的时候 可能有些东西会比较顾不到 或者是他要顾全面的东西 但两个导演在的时候就是 可能他们可以互补 或者是当演员有疑问的时候 会有一个人适时的出来 就是来帮助演员 那你如果有疑问的时候 他们两位是谁出来 好像都会 就是你其实在现场 你会发现 每一次来的人都不一样 或者是我们当 当我自己没戏的时候 我在后面看到 他们两个很特别 他们就是 有一个人起身 另外一个人就不会起身 就是他们有这样的默契 非常的平衡 不会有两个一起站起来的情况 或者两个都不站起来 真的是合作无间 回到这个故事的本身 因为他 我看了在这个平台上面 现在目前是两集 对很温暖的人文 而且他是从这个嘉义的 这个在地的人情味 而且你有这个原本的原著的文本 对 怎么样把它转成影像化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一开始 其实要 真的要感谢编剧嘉惠 因为他其实是最早 他是最早看到这个小说 然后他把它改成一个 全新的故事 然后他其实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 他跟那个作者 陈俊文 也非常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是透过这个 很大量的田野调查 然后才编写成这个故事 那其实我 我收到这个邀约 来指导这个剧的时候 其实他基本的故事 大量都写好了 所以我觉得他那时候的大纲 其实已经是蛮吸引我的 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最早 就决定要接下导演 这个位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 因为这个故事是非常的温暖 也是职人剧 也是家庭剧 因为里面就是以一个 开建车行的家庭核心 然后分散出去 有很多的建车行里面发生的 各种各样的故事 也是人生百态了 那演员的部分 演员的部分 饰演爸爸的就是郭哥 郭子谦 对 饰演妈妈就是杨丽英 丽英姐 那郭哥跟丽英姐 两个要熟到不能再熟了 他们从连环炮就开始了 对 所以他们当时 就是说知道有这个剧本 邀约他们演夫妻 应该也是 非常的 happy吧 对啊 其实这个选角过程 通常我们选角过程 还是会经过一番的 讨论 讨论或思考这样子 然后对我来讲 最原始的方式 其实就是把一些 我们心中想象的一些演员 然后把照片拿出来 然后自己在公司里面拍拍拍 然后其实就是丽英姐和郭哥 其实一直都是我非常希望 可以合作的直升演员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 当他们照片搭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这感觉是对的 是你们童年的脸环炮回忆回来了吗 当初我没有想到脸环炮 可是我觉得那个其实已经好像升值在我们自己心里面 小潮根本不知道脸环炮了 有听过 有听过 年纪在小 对就是刚才景森导演在讲就是我都可以想象你们在办公室白板上面开始放大的照片 小潮何时出现 对啊小潮 哥哥跟丽英姐伸出来的小潮 这么帅的小潮 怎么出现的 呃他的出现大概也就是我们在排排列的那些过程当中 因为照片换会换互换互换互比较 比较看看这样子 但一开始其实我们的选择一定有好几位这样 可是当我们真的慢慢的去了解 然后再去看我们 像我决定要找跟小潮聊之前 我有把小潮之前的作品都再重新再看过一次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呃我的方式是这样子 我要跟演员见面前 我们都会把他过去的作品去稍微再熟悉一下 然后当找他来的时候聊过之后 再跟丽英姐郭哥的想象一起搭在一起 我觉得他们这样子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还有包括还有观志 是还有观志燕弟弟 这个哥哥弟弟的型很不一样 对 在里面的个性也完全不一样 他们四位的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感觉最直接感受就是一家人 嗯嗯嗯嗯 但是在剧中因为要讲大量的台语 嗯 小潮的台语讲得不错诶 我看了两集 这是现在 有before跟after 所以小潮是本来就会讲台语吗 还是 我本来不会讲 家里有讲啊 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小朋友 跟家人都是讲过语 对 所以你是从练起啊 就是应该说找寻那个记忆吧 因为都有在听嘛 对 那听久了其实 其实会讲 但讲得不好 讲的没有那么地道 而且比较没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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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比较没有记忆啊 港东话都来了 对 但这一部话 小潮讲的台语也讲得很道地 我们大家可以让他好好分享 分享一下 整个过程 是 好 华丽健车行正在各大平台播出 欢迎大家可以追下去 第三集就要播了嘛 对 这个礼拜天 这个礼拜天就要播了 大家可以 好好的来 追一下 温暖一下自己的心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18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正在热播的 职任台剧 华丽继承车行 这个台译叫最是 华丽健车行 这个腔调是属于北部腔 我不知道南部腔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讲 其实我觉得现在 南部腔北部腔 已经那个融合了 比较没有那么的距离的 没有这么的明显的区别 我都以为很像是要开始卖药了 对 好 好 好 因为今天两位导演 都在现场 庄景森导演 还有黄长座导演 以及男主角曹又宁 小曹也在现场 那刚刚有提到说 在寻找演员的过程当中 导演都要看一下 谁配谁谁配谁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融合这样子 那像是演弟弟的 弟弟的 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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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志他 他演这个弟弟的角色 其实跟他的这个形 在剧中的形 我觉得性格跟小曹的性格 就是看出来完全不一样 但他在里面很有那种 笑点担当还是什么 是这样吗 笑话担当 笑话担当 对 当时选择这个弟弟的角色 也是 就一方面看 这个各种各样的 符不符合这个家庭的感觉啦 还有他之前的作品 对 我觉得还蛮重要是他的作品吧 一关是因为他之前的作品在 比如说 很重要的一个moment 他都有非常特别的一种 神韵 那那个神韵 尤其他的眼神 然后他的脸部的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感觉 对我来讲 他其实是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还有 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新演员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有趣 然后也是很努力 对吧 所以我就想说 就请他来聊看看 是 然后聊一聊聊一聊 当初导演没有觉得说 他是笑话担当 不过那个这个部分是 常作导演努力 就把他开发出来 把他开发出来 都是靠常作导演 常作导演讲一下好了 我提另外一个东西啦 是 我觉得在我们在定装的时候 然后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造型指导 嘉惠姐 因为定装的时候 看到他们家人 每个人的卷法开始戴起来了 然后爸爸的质开始 黏在那个嘴角这边 然后每个人开始 穿上他们 属于他们自己的服装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感觉 哇 这家人慢慢慢慢形塑成了 然后我们在 不管这些选角 但是到了那一刻 哇 我们开始相信这些人物存在 开始相信这个故事存在 然后接下来 包含就是原著 就陈俊文 他也跟我们讲说 他跟他弟弟之间 他们常常会讲一些 有的没的垃圾话 因为他们从小看港片长大 他们很喜欢周星驰梗 然后所以我们在剧中里面 就兄弟俩会有些 若有似无的一些 致敬港片的这些梗 然后也是他们兄弟俩 真实上面呈现的 然后刚好我从小也是 喜欢看港片的 所以就可以运用上 也觉得很开心 那个年代应该就是 在90年代的吗 对 你们设定的那个年代 是90年代 港片可以播一百万次 所以大家都会 记得那些台词 对 所以接下来就是小潮 毕竟是这个台语独白担当 从一开始 对不对 opening 就是台语 他带领了大家 进入到这个故事 那我想我再回到最前面 就是小潮在当年的出道做 就是卡诺 就是从嘉义的出发 对不对 那是你的演艺事业旅程的开始 到这一次 又是以嘉义这个故事为题材 应该会有特别 更有感觉吧 感触很多 因为包括像看到剧本说 提到那个圆环 对 对 那个 我觉得在卡诺那个时候 那个是一辈子忘不了的一件事 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扫街 然后有游行到球场看首映 对 那经过了这么多年 又再一次回到嘉义的时候 会有特别的感触 对 那加上可能小时候打球 也常常去到嘉义比赛 所以回到嘉义会有点像是 第二个家的那种感觉 对啊 除了这个类似人情土情之外 再来这个语言也很轻 在里面的台语能力大要尽 对啊 对刚才讲的是说 可能从以前不是那么的 就是流利到 这中间应该会有一个过程吧 是有导演们训练或帮助你 或折磨你的过程 让你的台语这样就是能够 有台语指导老师吗 对 就是导演本人 因为当时 当时因为知道要接到这个 这个戏的时候是很开心的 因为是讲台语嘛 那我以前也没有 就是很常运用台语 那透过这部戏可以训练这个部分 因为 因为在这之前 我回到可能我阿公阿嬷家 那我阿公都会说 啊你怎么不会讲台语 什么很丢脸啊 什么这种 但不知道为什么 那当下那种心情是 就啊真的很丢脸 那再来是没有自信 就是讲台语这个部分 那后来在前期作业 呃跟导演也会讨论 我们还有一个台语的那个小群组 就是有一些比较不知道怎么发音的 或者是需要请导演 呃给我一些音档 让我去做呃去做模仿 练习的 对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还有跟呃以前的学弟 呃他是嘉义人 他又会讲台语 那会跟他通电话 就尽量都是用台语去聊天 所以还有一对一真人指导这个语言 台语日常生活点餐交通应该可以了 应该是可以了 应该是可以了 因为我觉得他在剧中那个台语的 因为台语要讲 傀儡跟重音嘛 对 我觉得他重音都拿捏得很好啊 所以我想说 哦原来小潮这么会讲台语 所以在剧中 我觉得他这整个的氛围气氛 会让人觉得 我现在看两集嘛 觉得很温暖 对 然后我觉得后面必定应该有哭点 哈哈哈哈 我猜是不是 我猜是不是 应该就是温暖啦 然后这对兄弟 到底是谁要去接这个家业 计程车 所以小潮也会开计程车了是不是 就开车 开车跟计程车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啊 反正都是车嘛 要按表啊 跳表 那我觉得当计程车司机是要有 其实他是一个责任感 是 因为客人上车 你要把他从A点安全的送到B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伟大的工作 是 而且计程车每一个问奖 他都有不同的个性 有些问奖很爱聊天 对 有些问奖 他完全一副臭脸 还有暴躁的 对 还有暴躁的 各种各样的 所以也是看到很多人生故事 在车子里面发生 计程车这个行业 他本来就是跟着一个国家社会的 这个脉动的前进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是暗表 对不对 在可能我想导演 我们还有说 我们更小的时候 那个其实是一个搬下来的 对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种 搬下来 不要说出我们的年纪 一直到现在 Uber案 小潮完全茫然 我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对 对 所以这其实是他 每一个 问奖带的这个 怎么讲 就是客人都会有一个 故事跟旅程 对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非常的不容易啊 那就是说 但另外一个不容易是 小潮在里面的造型 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是这个卷法造型 他是卷法造型 而且全家都是 我本来以为你是 这是遗传性的自然卷 对 原本以为是真的烫的 但后来发现 这个就是造型组 特别厉害 对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 他们的假发造型 我们就想 哇 像真的一样 还特别 头低下来 我们仔细看一下 看不看到头皮 那个线有没有头皮 真的有 真的有 没头皮到做啊 对 所以那个是真的 非常非常真实的 所以哇 我们自己看都觉得 我们看到这个角色 我们也入魂了 是好 那小潮对于这个造型呢 你自己刚开始知道说 美术组希望你的造型是这样子 你有什么想法 其实老实讲 一开始会担心 觉得 因为 因为假发通常看起来 很假 他都叫假发 他也很假 对 但是当 当定装的时候 戴上去之后 我发现 这一个假发 跟别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是用 那算什么 戴半顶的 哦 然后是去夹你的原来的头发 那他就不会到那么厚 所以当 当戴上去 然后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的自然 对 因为你也要觉得自然啊 不然好像会 可以可以的感觉 哦 这个造型也很好 而且我觉得演戏最棒的就是 你可以透过角色 去体验另外一个人生 我想你平常 应该每次也不会去 烫成三本头啦 不会 也不会戴假发 也不会 我也没有近视 也不会戴眼镜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 对我来说 在书画的时候 戴上假发 戴上眼镜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是陈博文 这样的感觉 就博文上身了 入魂了 对 就入魂了 那此外就是在这个 橙色美术上面 都很有1990年代 那个时候的氛围 因为你看那个连 电脑荧幕 都不是现在这种易经的 都还是那个印象观 连胖宝宝那种 对对对对 应该也做了非常多的 琢磨跟努力吧 呃 对当然就是因为 你经历过那个年代还好 哈哈哈哈 对那个 对我 当然我对于 那个年代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就毕竟是 自己成长的年代 可是因为你要做年代剧 一定得要花很多的 功夫去做 重新的去设计 包括场景的选择 然后因为像那个 我们主场景 测浪 其实我们是 一二楼都是重新 打掉重练的 像二楼 二楼其实原本结构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把它全部都 结构都拆掉之后 重新弄成新的结构 然后更不用说 其他的一些道具啊 或是一些美术 橙色的部分 都是要以当时 那个年代去做一个 考量的一个蓝图 这样子 对 嗯 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 哪一段戏 是觉得挑战特别大的 有吗 挑战特别大的 嗯 我想到的是 我们记得有一天的拍摄 因为那天拍摄 其实挺赶的 然后我们有拍到 比如我们有 就家训班那边的 一些重点的戏 然后但是我们现在 没办法剧透 然后重点戏之后 转场回到 华丽车上门口 又有另外一场 重点戏 嗯 然后因为 那天基本上 所有演员 全部齐聚 然后戏又很重要 然后拍到下午的时候 原本拍基本上 几乎天天晴天热到爆炸 嗯 就那天忽然下起 彭陀大雨 哇 一下下了二十几分钟 然后大家都过来安慰我们 然后想说 导演没事 没说雨会停 嗯 然后我们想 好我们就来 往里面拍吧 就是先拍室内的 哎 没想到 这个雨一下二十分之后 立刻就停了 而且又出现大太阳 哇 原本地上的水 立刻就蒸发 哇 老天爷给我们机会 给我们机会 我们赶快把它拍好吧 也是在 家里感觉到 特别神奇的一个部分 嗯 就是老天爷 天空天气对我们来说 非常的友善 嗯嗯嗯 因为其实真的拍戏 要很看天 看天吃饭 如果在台北的话 哇 这个雨真是下 太太平凡了 对 好 华丽机程车行 正在热播当中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十点三十三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职人台剧 华丽机程车行 目前上架的平台 有哪些 两位导演 会不会太多了 太沉重了 还是小潮可以分享一下 对 真的很多 哈哈哈哈 现在就是像 我们主要的 Night TV Night TV 华视 还有Netflix 这样子 然后中华电线 MOD HAMI 然后之后 礼拜六开始 还有那个 八大戏剧台 哦 还有台式 哇 然后之后四月 还有三立台湾台 铺天盖地 铺天盖地 现在真的就是 无限有限 然后OTT 一起就是 多平台分发 怎么转都可以看得到 对 怎么转都可以看到 因为我前几天 在两个OTT平台上 就是想说 哇 我到底要去看哪一个 哈哈哈哈 就是自己选啦 其实我也蛮好奇的 就是从导演的角度来讲 现在这么多的平台 就是 你们要怎么样去 满足这些平台 跟在你们创作上面 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跟以前我们做 做电影 就很单纯 哦 就上映 也很单一 这样子 截然不同了 这个时代 对我来讲 我觉得在创作上来讲 我一开始的选择 应该不会是 以哪个平台的露出 作为第一个考量 对我来讲 还是 内容 内容的 故事是什么 然后角色是什么 尤其我特别 在意那个角色 然后这个角色 如果可以吸引我的话 我才会比较有 足够的动力 去投入这个故事 因为你知道 我们一投入其实就是两三年下去了 对 所以基本上 我会花很多心力 在这个故事上面 所以那个角色 一定要先打动我 不然我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一个故事 因为你的生命 也要贡献给这一个作品 没错 我跟陈伯文已经 生活了三年了 生活了三年了 长作呢 我也一样 我不会因为是什么平台 因为刚开始 其实我们也是 就是Light TV 还有华视 然后 但是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 因为我觉得 他们一家人跟我们家 有很大的一个类似感 因为我们家也是我爸妈 然后我们也是两兄弟 然后我哥哥是个学霸 他现在是大学教授 然后我就是从小 他们就觉得 我不学无数这样子 然后在里面的陈伯文 还有陈伯瀚 然后因为整家的那个状况 包含家庭之间 父母之间 亲子之间的 所有沟通状况 跟我们家一模一样 所以我的代入感很深 然后 会有这么多平台 我们其实很感谢 然后 但是我们也很努力的 希望大家也真的可以喜欢 好 我相信就是 现在有很好的成绩 播了两集之后 在OTT上面的点阅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亮眼成绩 那 接下来的 总共才十集 对 我觉得十集真的好短 你们当时要拍的时候 就是想十集左右吗 对 就是这个其实一开始 也就是编剧和那个 LINE TV他们的规划 OK OK 他们就是希望可以做十集 其实有点像我之前的作品 神之香 对 他们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规格是不错 这样子 嗯嗯 十集就是 紧净 然后大家看完 亦游未尽 余韵有存 余韵有存 嗯 好 那因为这里面的演员真的是 呃 非常非常多 就是可以说是 一线的 得奖的 不管得金马 得金钟的 哇 全部都一线了 你看像 有很顺 顺哥 顺哥 然后李里人 李渊哥 然后依正 陈雨昕 黄叔妹 林嘉丽 还有满娇怡 哦 满娇怡 哇怡 很厉害 哦 看了满娇怡 很开心 那这么多资深的演员 小潮你在当中应该也会 看到他们标系蛮过瘾的吧 跟你的互动呢 有没有激起什么火花 呃 其实我觉得跟很资深的演员 一起合作反而是很放心 然后可以很全然的 进入到那一个空间 嗯 对因为 因为怎么讲 他们会带领我们 对你在现场 你其实好像 把自己的东西准备好 那你就是把自己放心 交给他们 那很自然的 我觉得在现场的那个 那个化学反应就会出来 嗯 对 我蛮好奇的就是 因为在这么多资深演员 这华丽的演员群当中 其实我们一层一层请小潮分享 第一层就是爸爸妈妈 嗯 对不对 丽音姐啊 郭哥 你跟他对性 获得了什么 以及就在这样一个 就合作的过程当中 最深刻的一些相处 或工作的故事 嗯 我觉得 第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你 你要会照顾人 对 因为 郭哥跟丽音姐 他们是非常照顾我们的 对 就包括连我们第一次见面 因为我们可能会害羞 见到前辈 大前辈 对 可能会有一个距离吧 或者是不敢去 跟前辈讲话 可是像丽音姐跟我第一次见面 他就给我一个拥抱 对 就是瞬间就是觉得 哦 这是我妈妈 嗯 对那种感觉 我乖章 对 就是 对 就是有 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反应出来 那郭哥的话 郭哥是 就是在现场 他很 很喜欢跟大家 融在一起 怎么融 郭哥就 他最厉害就是讲笑话 对他非常会带动现场的气氛 然后让大家可以放很放松 因为拍片还是很紧绷嘛 所以他很擅长去帮大家的情绪做一些舒缓 那像郭哥跟丽音姐 因为他们太厉害了 他们经常就是以前像刘韩炮这种 都很及时的演出 那他们在片场会有一些及时演出吗 会啊 其实他们的即兴非常非常多 然后我们也很喜欢他们的各种即兴 所以有时候他们 我们其实台词已经讲完了 我们就故意不喊咖 看他会再生出一朵花 果然他们其实自己碰撞出来 更多东西 会比台词来得更精彩 然后我们就舍不得喊咖 到后来他们就自己受不了 还roll个一分钟 太过分了 导演他们就 好啊 公料啊 导演端 演员端呢 就是说可能跟两位前辈 他们你原本预备的是剧本跟台词 可是他们会有神来一笔 对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创造一个想象力 然后会让自己更丰富 比如说可能我们 我们比较年轻的演员就是 可能准备的东西 就大概可能 我 maybe我啦 我自己 可能就是那一两种或什么 可是 郭哥或令音姐 他们会顺着我们的 准备的东西 他会变出很多东西给你 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那你在当下的那个感受 是很真实的 然后每一次都不太一样 所以对于角色来讲 帮助也非常大 对自己来讲帮助也很大 因为他们丢出来的东西是你想不到的 那你就是会去想办法要去接那个球 你讲到接球 其实我们就讲了投手 你会不会觉得你的那个 因为跟他们合作之后 你的以后球路变多了 我觉得会 会突然头变化 对对对对 对 我觉得多少会进步 进步一些 我觉得在这部系里面 学到的东西 蛮多的 包括两位导演 就是给的空间 给的建议什么的 两位导演算是 那种会自己下去演的导演吗 还是说空间给你很多 说小潮 谁比较爱演 小潮你给我三种演法 好像有答案了哦 有吗 自己讲自己讲 常作导演 我们就是尽量不要亲力亲为 但是有时候又不自觉的 所以常作导演是说 对是这样 然后就稍微演一下这样子 其实我没有刻意要演了 可能 但因为我以前原本在做舞台剧 然后自己以前当舞台剧演员 后来才慢慢的 然后但 我没有觉得我特别要演 我就是 有吗 是表达的方式 所以很妙啊 就是庄岛跟黄岛 他们两个 不太一样 就是真的是融在一起 哦 那你就会有两种不一样的 去理解的方式 OK 我也蛮期待 几层演给你们看的 好像 好像 几层导演比较少演 我比较 温文如雅 我可能还是用 那个说的方式 说的 对让他可以感受一下 我 我想像的一种情境是什么 对 那小潮跟弟弟呢 跟冠志之间的那个互动 因为你们常要很多对戏嘛 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我们特别的故事 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 我发现冠志他以前也是运动员 他是打 他是桌球选手 对 所以其实有一个很熟悉 以前过往做过一样事情的人 之后就会敞开心房的去聊天 那透过这个 可能我们两个的默契 就会大幅的上升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过往嘛 那能聊的东西其实也就变多了 因为运动选手从小苦练 他们那种苦练的方式 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所以后来转职成这种演员也好 或是在演艺方面 应该对小潮来说 就是抗压性会很高吧 抗压性吗 你说运动员吗 就是你运动员因为抗压性很高 所以转到演艺事业来讲 因为演艺事业还是总是有很多被关注啦 这个那个事情 会不会就是 你觉得都扛得住 我觉得多少有 但我觉得真的是蛮不一样的抗压性 因为你当球员 你就是在场上 你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然后你也不用 在当下你就是专注于那一颗球就好了 可是你在当演员的时候 会有很多状况 然后会有很多压力 那你在现场会有很多人嘛 那每一个人的个性又都不一样 那同时跑出来的时候 你会比较难 难去 就是招架 所以心理压力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大 那可能 可能比一般人来讲 是承受力是比较强的 因为 运动选手 你要苦练 其实演员演技也是要磨练 真的 然后像你们这种层级的这个选手 你面对的可能也会很多的观众 很多的这些直播转播 演员娱乐事业也是要面对很多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一点是 不要怕失败 对你失败就失败啊 那就是再来再来 那小潮会跟熟悉的朋友来切磋演技吗 哈哈哈哈哈哈 不会不会完全 我这样会不会太含蓄问 韦伯你来问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可以聊吗 哈哈哈哈 就是会讨论啊 对齁 但不会不会 会有职场业务交流吗 就是说就是说 导演跟立文 对不对 对啊 直接讨论这个台词要怎么样 会有八百种研法 你会吗 我跟我太太会去研究 新闻操作怎么做怎么做对不对 怎么样去预防跟去 这样子行销效果产生重 我跟我老公也会 好我们都听讲完 诶同样的事情 我们先讲完我们的换你 会吗 呃 我觉得一定会讨论是 比如说看剧本啊 一定一定会讨论啊 那会有一些 可能交流 但不会是 给意见 哦OK 我说不好 你要怎么样 不会是这种 就是一个纯粹分享 还是有一个讨论的对象 我觉得这样还不错 因为因为 我有听过就是 他需要有家人跟他对词啊 或说他有公司的经纪 要跟他对词啊等等 就是说他的这种 在演技上面的互相交流 应该有啦 多多少少啦 因为其实也很忙嘛 我觉得其实这种关系蛮好 是互相砥砺进步 是啊 这是继续继续的往前走啊 对 诶导演为什么感觉那么尴尬啊 没有啊 我们问这个问题是 哈哈哈哈 没有啊 我们问得那么含蓄 我们要保护当事人 我不能透露太多啊 很担心小小味 不能透露太多 哈哈哈哈哈 好那现在因为播了两集 那礼拜天开始播第三集嘛 那刚刚讲十集 所以十集大概 你看一个月多一点就播完了 耶 哇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的这种故事 大家是可以期待 因为现在很受好评 两集之后很受好评 导演你们会去观看一些 一些回馈吗 你们会紧盯着 什么数字 或是排名看吗 他就第一名了呀 第一名 心里的感觉怎么样常做 当然是非常的兴奋 感到感恩感恩 阿宋啦 但持续的都会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会有一些评论 你们会不会特别在意呢 会不会 我自己是 其实我自己 可能我这个人有时候会 对于这个会比较理性一点 因为我在 现在已经上映了 那当然我还是会看到一些 比如什么成绩这样的 不过因为我自己 呃 其实我自己紧接着 我已经在忙下一个工作了 所以其实我的工作 其实已经有点让我脱离在 现在目前 太沉浸这个心情 所以我可能常常会用这种方式 因为我觉得 我还是得要往前 然后每部作品 其实推出之后 其实就是交给各位观众朋友 去做评判的 那我觉得好坏我都接受 我就是希望下一步 我再进步就好了 嗯嗯嗯嗯 好这个非常正面的回答 哈哈哈哈 这样也好啦 因为创作者 他必须要维持自己心里的稳定 跟那个思虑的亲民 如果你被很多的讯息 去影响的时候 其实会影响到 你们在灵性上面 感性上面的表现 嗯没错 但是拿到第一名 还是very song 送啦 送啦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 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51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华丽健车行 有很多重要的看点 啊 那这一出 呃 职人台剧呢 他非常的温馨 好 那非常的 就是说带点幽默 然后又可以看到 健车行 他们里面 不同的 问奖们的故事 还有这个家庭的故事 就说 爸爸已经年纪越越大 而且爸爸都不听话 爸爸一直在那边偷吃东西 又那么打麻将 偷吃东西还好 不要偷吃别的 对啊 然后然后就就突然又送去医院什么的 对啊 所以到底老大要接班 还老二要接班 可是老大又有梦想 嗯 这个真的是很 我看到现在结束 他不原本要去爱丁堡 对爱丁堡 他是学什么 学理科的 你看我是站在一个观众立场 好奇要问一下 爱丁堡是名校 然后对 那为什么学爱丁堡 因为书中就写爱丁堡吗 没有 这其实是当初那个兵具 他自己本身 设计啦 哦 了解 去英国 然后因为应该是 这个背后原因我当然我没有那么清楚 他应该是有跟那个原著陈俊文 老师有聊过 我们两个看得很认真 有没有认真 很认真 爱丁堡差点是高材生 对 对 感情系呢 我可不可以问感情系 那感情系呢 在里面这个 呃 就是 呃 要有些火花嘛 对不对 那怎么样跟这个 对方培养感情 我觉得蛮特别的是跟陈雨昕这次好像没有特别的去要想要怎么样去建立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之前有合作过一次在有一部电影里面 但我们那时候不认识 嗯哼 那是因为透过这部戏又再次跟他合作 嗯 那 一开始他给我的感觉是蛮有距离感的 因为他好像也算是比较慢熟的 嗯 对 但后来我们慢慢渐渐 他开始跟我聊 因为我不是主动的人 他也不是主动的人 那他开始主动了 那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聊天 OK 对 聊天之后就 不知道默契就也是就这样 嗯 慢慢的就建立了 嗯 建立出来 OK 我在想 导演你们有没有帮助情侣破冰吗 还要让人家这样子 你们要加速啊 通常都会让演员自己去联络 是不是这样子 嗯 也不是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看状况吧 对 因为 我看 我在侧面看 我看小潮和雨昕 他们两位还蛮登对的 所以 我自己心里好像那个就没有什么太担心了 嗯 我觉得你会有姨母笑的感觉 哈哈哈哈 姨母笑 对 常做呢 其实我有看到他们在彼此建立的过程 像我们那个时候在海边拍的时候 嗯 其实我们那天海边拍 因为出了蛮多状况 因为有那个车子陷到沙子里面 对 大家一起合力推车子啊等等等 嗯 所以那天他们其实有三不五十 他们会开始聊天 然后开始走戏的时候 其实 我们有时候戴上耳机 因为我们都戴着耳机嘛 发现他们两个在聊天 然后我们就赶快先把耳机拿下 因为我觉得 他们在聊些他们私人的事情 我们也不想要特别去听 但我们知道他们在彼此建立认识对方 所以像那个海边那些 虽然有一些比较亲密的戏 但是我们看了的时候觉得我们很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觉得很真实 很好 很甜 嗯嗯嗯嗯嗯嗯 那因为又宁其实也是在这部戏里面 首次就挑战 就变人夫了嘛 是 对不对 对 哦 怎么 对 至少还好是戏里 就是 对 不是现实 进入婚姻里面这种事情 对啊 对 你会有什么想望吗 还好先透过戏剧 然后 先进戏剧 我觉得拍戏好玩就是在这边 对 就是你可以 尝试不同角色 然后体验一些 你 可能现在现实人生中 你还没有体验到的事情 对 我们两个都是超级含蓄跟温暖的 我们不像娱乐记者都会一直要一路问到底 我们就点到就好 嗯 对不对 而且我们是用这种感同身受 从自己的人生故事出发 对 让他先知道 婚姻到底怎么样 婚姻不是你想象的罪样 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 要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以婚人士 都是以婚人士 祝福你未来有个华丽的婚姻 谢谢 华丽婚杀典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那我们最后还是要讲一下 华丽记者这行 为什么这么值得大家看 来景深导演 我觉得华丽记者是一个非常属于台湾人在地的故事 然后所有的那个角色是大家都可以去感同身受的 然后里面的温暖的那些人情味啊 那我觉得光这些东西 应该可以让台湾观众 可以有非常非常温暖的 一些感受这样子 不管是迷茫中的你 还在努力中的你 找不到方向的你 我觉得在华莱基德唱会里面 你可以到这些温暖 也许也可以在里面找你的方向 这是一个温暖的戏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在2024年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 一部非常温暖的戏 那小潮呢 最后再来催一下 我觉得在 我爸爸妈妈年代 甚至在上去一点的 出生的人 可能对这个故事的背景 会有很深的感受 但像我这个年纪的人 可能会很模糊 因为那时候我们年纪很小 大概幼稚园这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透过这部戏剧 然后去找到 当时台湾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产生一些共鸣 而且前面还有921大地震 对 我就想到我第一时间就跑去现场采访了 回程的记者生涯 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再分享 好 华莉基德这行 大家记得要看起来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来宾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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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